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受苦的能力 我们看到饥饿的人 我们不能够给他一点温饱 我们看到痛苦流泪的人 不能够挖干他们的眼泪 对我来讲这个生命是 不是我觉得丰盛的生命 他是周中信 是上海竞选盟协调员 今天的他 也从社运分子正式投入参政 社运分子周中信 其实旅居上海已经十多年 2012年成立上海竞选盟 上街大选 鼓励海外大马人回国投票 如今他成为继竞选盟2.0前主席 玛丽亚陈后 另一位投身政坛的竞选盟领袖 周中信说 他希望从政党政治推动改革 以解决困扰国家的经济和民生问题 不过出生于柔佛居栏的周中信 在来阶大选会否上阵居栏国席 还有待决定